各位先生好 又是我Kenny Layman 和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田泰安近來的成績是認真不錯 剛剛才起了個孖寶回來 尾牆還要做一隻極速王給大家享受 今天田泰安其實都手執不少馬 聽聽田泰安幫麥對今晚坐騎的機會 怎樣去分析 那隻勝利在手 呂建威馬房 早前呢其實已經在四班那裏拿了兩個Winner 但是上了三班之後 出賽過兩次都不可以上到名 今次田泰安繼續火拍這隻勝利在手上場 田泰安搏麥就是這樣說 他說勝利在手今季只不過是一隻四歲仔 剛剛才開始熟 吃得這樣 他說所以上次在三班是遇到更加強的對手 他說一時之間未能夠適應到 田泰安就表示是可以理解的 他說最緊要就是這隻勝利在手 雖然是輸 但是輸得都是不遠的 絕對不是大敗回來啦 他說對這隻馬來講 演出已經就不是太差的了 就是上了三班要適應一下 田泰安就說這一隻勝利在手 在月頭那時候試了貨泥閘 用一個快時間 就很快就完成了這一貨試閘 就贏了回來 田泰安就說 覺得這隻勝利在手的狀態 和成熟的程度 已經是比之前更加好 他說今次繼續瞄著最正宗的菊草千二米 排起一個有利的二檔 他說希望可以盡情發揮這隻勝利在手的天生速度 希望一起到寶就立到條欄 看看可不可以贏到今季的第三場頭馬 這樣說 六場三班千二米這隻勝利在手 今場就撿過二檔 什麼一一六磅 同場跟他同類型跑法的馬 亦都不少 擺在前面走 有最輕榜的庫曼家 還有高東來的加州德順 還有同場今季fit到漏油的獸臣 還有疾風敬草 田泰安就說 這隻勝利在手 希望搶放島可以貼籃 憑著他的速度 看看可不可以贏到上班之後的頭馬 至於投不投注這隻勝利在手 當然各位師兄就自己定奪 講到田泰安和蘇寶羅的合作 蘇寶羅和田泰安 好像韋小寶那些 执道少那些 都是蘇寶羅其中一位殺手 跑尾場那隻必妙星 上次因為在打比上陣 跑過第八回來 就上不到名 今晚就轉過來跑谷草千八 由四歲精英賽 就落回來 這場二班跑 田泰安今天 仍然都是騎回這隻必妙星 大家都記得 必妙星曾經有一場在來蘭 馬本來退了下去 被田泰安騎到死不死 再對上來 直至贏了馬 整排馬 拍來拍去 這隻必妙星 就逼了一場頭馬出來 田泰安就說 這隻必妙星 上場要對著這些金槍六十的馬 實力不夠跑 落敗了 根本就是心中有數 不是一個意外 他説今次的對手 已經沒有超班的對手 即是落回來這場二班 他説形勢對這隻必妙星來説 已經是變得較為有利 他說最重要就是 必妙星本身 已經證明了 就是適宜擺在前面 用一個步速去領放 甚至乎守好位去跑 他說這一種跑法 田泰安認為 就在這個轉急彎 直路又短的快活谷 上場這個跑法 都是有著數的 這次必妙星怎麼跑 田泰安 他說 如果這次情況是可以做得到的話 將會沿用這一個戰略 即是擺前些走 他說如果能夠 跑回前一次 贏到這隻龍骨飛羊 和時事有餘的贏馬 那一場高水準賽事 他說這隻必妙星 就僅是一隻真性的分子 之前蘇寶羅都有打過咪 這隻必妙星 蘇寶羅就解釋了 加了個眼罩 希望可以穩定到 這隻必妙星的早段走勢 像你這樣說的 田泰安都是說 這隻馬 就說 擺在一個 守住在前面位 就在發活谷會有些好處 這一場馬 其實有些馬 其實都是對回一些 都是一些側身的精英 好像 孖寶兄弟 精神威 這些這樣的馬 看看各位 信不信 田泰安 蘇寶羅 加眼罩 來跑第九場 二班千八米的必妙星 蘇寶羅就說這隻必妙星 就說菊草已經是跑過 而且 未跑過 應該是 試過菊草集 試過菊草集 就說跑得好的 千七米集 投不投注這隻必妙星 當然是各位師兄自己去定奪 講到蘇偉賢 和田泰安的合作 亦都不錯 之前那些什麼 馬忠神 那些什麼 有型有款 那些都是田泰安 幫蘇偉賢 跑得好的 今晚有一隻 蘇偉賢 剛偷蘇的馬 鐵膽威龍 近來 跑沙田 都是跑得好的 但田泰安 對這隻鐵膽威龍 今晚跑三場的四班 一六五零 撥咪的時候就說 他說這兩場鐵膽威龍 其實都跑得是接近 但是這隻馬的缺點 就是加速比較慢 即是比較難撻得著 要撻好鬼死耐 才慢慢有反應 踏順個步運才能上去 他說 所以就未能夠拿到他的最佳成績 但是田泰安的專業角度 就是這樣說 他說以這隻鐵膽威龍的走勢 來推斷 就覺得是真情比這隻馬 再濫長一點 是會更加適合他的腳法 他說趁著這隻馬 這麼鬼勇的時候 就轉過來 谷草跑1650 田泰安就說 蘇惠議員的部署 是合適的 他說 可但是就這樣說 他說 畢竟今次 都是初飽快活谷 而且撿倒過檔 也不是太理想的八檔 他說 到其時 這隻鐵膽威龍 適不適應到 都是對這隻馬 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田泰安今天一次過 就撥咪了 有勝利在手 必妙聲 和鐵膽威龍 各位投不投注以上馬匹 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講到告東來 有隻叫加州系的 加州德順 初出一場 就恐一聲一放 到底撿過外檔 就贏了馬 接著再出一場 快步速跑過第五 接著再出一場 就已經快步速跑過第三 上一次 因為有些意外 就退出了 曾經少優過一排 腳有些不良於恨 但是雷神 今次就是第一次騎 高東來馬房的加州德順 雷神拼咪有些什麼 說 雷神 雷神就這樣說 他說我第一次騎這隻 加州德順 其實對我來說 我也很期待騎這隻馬 他說這隻馬近來 由雷神自己親自去試襲 對他那貨集的走勢 是非常滿意的 他說這隻加州德順 是一隻熊馬 但是天生速度又夠銳利 他說金濟雖然 撿了狗檔 但是憑著他的速度銳利 希望可以克服到狗檔的困難 他說這隻加州德順 放頭又可以 守住在三四位 在裡面跑也可以 他說到時會依著高東來的 刷騎指示怎樣被命令 那雷神就說 跟著高東來的命令 去執行 他說這隻三歲的熊馬 其實皮氣一點都不臭 更加不是難騎的馬 根本就不像一隻被人 嚼了嚼嚼的馬 他說本身加州德順 進度根本就已經良好 他說希望今場可以在雷神的屁股底下 這隻加州德順 其實一連三仗 除了上一仗退出之外 一場第一 一場第五 一場第三 都未失過獎金名次 今天就換到雷神初琴下去 各位看看 投不投注信不信雷神 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講開又講 講到苗禮德的鑽倉馬 不斷交到成績 甚至乎上次的那一隻長途 那隻雷風 一場虧完捕捉之後 都跑回披屎回來 因為虧完又再虧了 這隻儀昌飛驅 由賀賢哥哥馬房 由上季轉去廟禮德馬房之後 根本都未失過獎金名次 史卓鋒上次一騎上去 這隻儀昌飛驅 就跑了一條Q回來 之前巴道塞車的時候 就塞了一場頭馬給東龍鎮 今天史卓鋒上場 跑完條Q 今天賭咪就這樣說 他說 儀昌飛驅 上一劑跑田草 佔千二米 其實表現已經是很好 他說 入席路之後 根本我以為 這隻儀昌飛驅 是贏得馬的 但是那隻頭馬 姚本輝的寶城致勝 級數真的太高 和太強 史卓鋒是這樣說的 如果相信史卓鋒 就把這隻寶城致勝 抹下他 那場的時間 是1分08秒8 他說 所以 因為寶城致勝的級數太高 太強 所以這隻儀昌飛驅 就贏不到頭馬回來 他說 其實儀昌飛驅 那場跑過第二名 已經是彈來 今天同場的第三名 的善傳萬里 已經是彈掉了兩個馬位 他說 其實表現根本 已經是好出色 他說 這次轉跑過來谷草 對手方面 其實比沙田弱了 希望就可以修復前室 他說 這隻馬仍然是一隻 未被人淹的馬 雖然未被人淹 但也是容易拆 其實馬很脾氣 但是今天撿了一個狗檔 史卓鋒又怎麼看這一個狗檔 他說 這次排過狗檔 其實就認真媽媽的 因為這隻馬 這個檔位 就因為這隻馬 本身就不是一隻快馬來的 所以史卓鋒都擔心他 在早段的時候 未必是可以這麼容易 涉到一些內欄 省回一些腳情 今天史卓鋒就說 我就希望有快步速 扯散了馬群 希望可以扯散了馬群之後 令到這隻馬裸位 和去騎 都比較容易 這樣說 這隻移昌飛驅 其實今季 就由五班一場 輸了給東龍鎮 就升上來 四班就贏了一場 再出就剛剛輸了給寶城之勝 其實上季這隻移昌飛驅 在賀賢哥哥馬房的時候 跑菊草都是近的 但是這次轉了苗禮得馬房之後 第一次跑菊草 有什麼表現 至於投不投注移昌飛驅 當然各位師兄就自己定奪 講到電訊系 電訊系今天都有兩匹馬上陣 包括由丁冠豪馬房的電訊錶馬 跑三班千二米第八場 還有一隻就是 興業了航馬房 上枝初出的電訊飛彈 上場第一枝跑田草千二 已經後追有點小 馬主張先生 今天打咪的時候 就講這兩隻電訊 即是電訊錶馬 和電訊飛彈 張先生打咪的時候 就是這樣講的 他說這兩隻馬 贏就未必夠贏 但是絕對有能力去爭取獎金 即是一二三四五四連環 那又怎樣 他說盡力去獎 希望獎得獎金 他說電訊錶馬唯一一劑 就是菊草千二米的同情 再加上 今次有當神之助 就撿到個漂亮檔喜寶 希望會有利發揮這隻電訊錶馬的前速 可以和對手周旋一番 馬主張先生就說兩隻馬贏就未必 但是也有能力去拿獎金 不過說了又說 講到偉達哥哥馬房的超能量 今季十劑出了菜 又夠勤力 還要全部都有獎金收 由高帕生轉到偉達馬房之後 整隻馬好像完全不同了 即是不同人練 一隻馬就有這麼大的轉變 超能量、超能力 那些在偉達手上 鬥志也是比較鮮明 兩隻馬加起來成績 認真是不錯 今季只收尺都收到手軟 馬主李珊就打咪訪問一下 這隻超能量 他說這隻馬今季十戰出賽 全部都跑入五名 連同上季尾 根本來說 連續十四劑上陣都有獎金 他說證明這隻馬就認真穩定演出 他說再加上今季超能量 更加成熟 長期保持到它的用態 再加上偉達哥哥訓練 這隻馬的體力也恢復得很快 安排到超能量密密上陣 其實馬主的見解就是 這隻馬的最佳拍檔就是巴渡哥哥 但是巴渡哥哥已經要回去法國那裏吃多士了 接手的利敬哥哥哥 就因為品行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 馬會也不說 就拿了他的牌 這次換了另一位法國好手賀明年 就看這隻超能量去執薑 馬主就說 期待賀明年哥哥 這一個硬公騎司 是馬主局的 他是硬公騎司 可以將這隻超能量的實力發揮出來 這樣說 馬主就說 賀明年是硬的 這次超能量難得撿回好些的檔位 之前撿到外檔殺上來 看看這隻超能量 今次撿到的檔位 又會怎樣跑 講開又講 講到高東尼馬房和史卓鋒 都憑著電路3號熱血鬥士 都有表現交出 今天史卓鋒上場就贏了一隻熱血鬥士 今次在七場三班千六米 高東尼這隻熱血鬥士 仍然都交給原裝配搭的史卓鋒 再跑回同情 看看是不是爭取連接 今天史卓鋒打咪的時候 熱血鬥士上次贏得 認真是出色 今次撿回一個 仍然有一個好檔的 就說可以有利到這隻熱血鬥士的發揮 史卓鋒上場贏完這隻熱血鬥士 就覺得這隻熱血鬥士 就好鬼死喜歡跑快活谷 他說經過上次那場勝仗之後 有可能是令到這隻熱血鬥士的信心更加加強 鬥士再加上信心加強 史卓鋒說希望可以多多一劑 看看各位師兄認為這隻熱血鬥士出自高東尼馬房 可不可以連接 史卓鋒說信心加強了 各位投不投注熱血鬥士 當然是各位師兄自己定奪